一名感染了伊波拉病毒的世衛組織人員已經抵達德國接受治療 這名塞內加爾流行病學家星期三被飛機送往漢堡 之前他在塞拉利昂的伊波拉病毒實驗室感染病毒 世界衛生組織星期二說 感染發生後已經關閉了世衛組織在海拉雄的實驗室並且召回工作人員 自從今年3月爆發疫情以來 伊波拉病毒在西非地區已經導致超過1400人喪生 並且使得至少2600人患病 病毒感染最嚴重國家是塞拉利昂、基內亞和尼比利亞 在尼比利亞政府在首都蒙羅維亞已經封鎖整個貧雲區